一位老师指定项目 不知道大家 好难 也就是说非要分一个高下不可 有老师来指定说 那你们就什么东西去下礼拜来拿来比赛 那这个礼拜我想说 那请我们刘谦老师 你来帮我们给他们两位出个题目 来请到这边来一下 所以说我等这个机会等很久 今天终于我要给各位展现 什么叫做真正的旗子 首先呢我需要借一个 现场没有人带饮料再喝的 饮料 最好是矿泉水 这个 这个 我先请飞哥检查一下 普通的一个瓶子 当然是很普通的 确认没有任何的开口缺口 任何可以放进东西的这个暗门 妹妹如果有的话 这个水就漏出来了 对啊 妹妹觉得还蛮聪明的 奶 我现在需要空瓶子 可以帮我喝光它吗 这位同学请喝光 因为我们对你的状况不太了解 我们不能把它喝掉 还好剩下一口 好 然后我请现场的来宾 帮我在瓶子上面签一个名 因为证明了我不会偷换掉这个瓶子 好的 麻烦 小心点好了 小心点好了 好悬疑哦 顺便在检查一下 这个瓶子是完全密封的 因为待会很多人怀疑说 我换掉了这个瓶子 是是是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这个就悬了 哎呦 这是一个完全密封的瓶子 接下来我还需要一样东西要借的 手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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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里 这位同学 好这个 诶 刚刚好 我先说明一下哦 瓶子大家检查过 这个借来的 手机也是借来的 我请跟各位说明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 诶 我要把手机 放进这个宝特瓶里 啊 啊 真的吗 怎么可能 在不破坏瓶子的状况之下 哎呦 这个在魔术的术语里面呢 叫做Penetration 三月现象